其實不同的人是有不同的恐懼的 現在的這個環境 我覺得最危險的未必是我這種人 因為我這種人如果被很明顯的襲擊 那個襲擊我的人 背後的人 他都要計算一下 他要計算 要有代價 是不是 但是你想想 在將軍澳那個連儂牆 晚上凌晨 你和幾個朋友聊天 你是很脆弱的 有一個人走過來跟你說兩句 異話不算 拿把刀來斬你 你都不會覺得自己是要承受這個風險的 所以你就沒有準備 你沒有準備 你真的受到傷害的機會很高 相反 我就會有準備的 因為可能很多事情都是說說說 或者很多人都會知道 我是要提高警惕的 那可能我 例如我走到一個 我真的自己走去搭地鐵的話 搭火車 那可能都 其他人都會 警惕了一些 是不是 就是說 哇 朱凱迪你走來搭地鐵了 這樣 你小心點 這樣 周圍多了就幫你 可能互相會保護的 是不是 就是我們都會 如果有什麼事情動手 那大家都會幫大家 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 所以 但是我們做議員 或者 我們這種人是有一個比較長期的壓力 就是說你經常都覺得 當然有一次的了 你都是會被人襲擊的了 這樣 相比起來 現在這個狀況就是 好像一個普通的人 就是這個城市裏面 普通的人都會覺得 因為7月21號的事件 幾次黑社會砍人 再加上831的事件 令到一般人都有一個普遍的恐懼 當然這個普遍的恐懼會持續多久 就沒有人會確定到的 這個真的很視乎北京 他想這個亂鬥是持續多久 但是我覺得這個 連普通人都感覺到一個生活是不安全 去到一個地步是 現在元朗的房子 是有個牌 寫著恐襲價的 你有沒有聽過 我沒有聽過 就是說減10%就叫恐襲價 就是721的襲擊之後那個價錢 我會知道它的價錢跌了 是 它會給一個理由 它叫恐襲價 你就會看到其實是有實質上的影響 這個我覺得是比起我個人那個 某一個人被襲擊 其實這個更加重要 因為我們這些議員 政治人物 其實在香港過去的20年 其實偶爾都有這些事情 無論是傳媒的高層 或者好像之前鄭經漢 劉進濤 或者何俊仁 他都有被嚴重襲擊的例子 所以其實是一向會發生的 一般人那個 我覺得這次是很嚴重的 第一次這樣的程度的恐懼 這個社會是按個年紀 就是分開了做一個兩極的想法 比較年長的人 他不會覺得政治上面的自由 和民主或者基本人權 是一些他要去犧牲他現在的生活的穩定 或者他那個生活秩序去換回來 但是年輕人又不是了 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 否則他都不知道怎樣生活下去了 我覺得這個分別就 令到我們現在那個矛盾都幾清楚 就是我們已經沒有辦法再去說服 年紀很大的一班朋友 他不要看那麼多假新聞 不要相信網絡留言 你看一下其實我們是一起去 為社會令到他變得進步 有些基本人應該有的價值 他們聽不明白 聽不明白都沒有辦法 只能夠等時間過 等時間過這一代的人都過去 那我覺得始終 現在這一刻 年輕人被人針對 是因為他們有最大的決心 條件和能力去 為這個管治者 包括共產黨和香港的代理人 製造到麻煩 製造到麻煩 自然被人針對 但是我認為 我們現在當然不知道 六死誰守 怎麼能夠贏呢 這場運動 這一場這麼困難的戰爭 但是 大家都會 重新有一個信心 就是 現在年輕到十歲 十一歲的小朋友 他都對於香港 要有這些民主自由人權的實踐 落實是這麼有堅持 自然當他們成長的時候 然後他們就會成為新的社會中堅 如果所有政權的基礎都是人 都是人 除非你找一些機械人 找一些AI 好像科研小說一樣 控制我們那些活生生的人 否則你遲早都要面對我們 那我覺得 一時 當然現在是年輕人 針對面對很大的壓力 要承受很大的風險 那整個社會 我們其他年齡層的人 就要和他一起去頂住 我想說 我記得 我覺得一個 社會運動 這麼大規模的動員 其實是對 未來的社會發展 是有很關鍵的影響的 我記得我1989年 天安門屠殺的時候 我是11歲 11歲 12歲 那樣 那 那 我當然沒有事過威 11歲之前 那樣都是一個小孩 但是 我那時候都會 參加了很多次 香港的動員 而這些動員 其實是 雖然那時候 你不會很明白 就是很明白了 為什麼來龍去脈 但是 是索造了 我和我那一代的人 一個很基本的 我們發展 我們的人格 發展我們的價值觀的時候 其實 可能那個起點 就是 就是那次這場運動 我想 如果 一個 89年的 在香港 都不是主戰場 香港 北京才是主戰場 香港只是支援 都 又延續了30年的影響的話 你可想而知 2019年這一場 香港的運動 他在未來 將會 為香港 以至全世界 其實都 會有持續的影響力 何君堯 我就 不知道他為什麼上榜 因為我知道他為什麼上榜 但是不知道他會面對什麼制裁 但是其實 無論何君堯 葉劉淑儀 所有建制派的那些議員 加上香港特區政府的官員 其實 過去以來 香港 就是一個 挺奇怪的地方 因為 《中英聯合聲明》 所以 就 留了很多空間給他們 比如說 很多都 不是中國公民 有些 有些立法會議員 都是拿英國護照的 對不對 然後 子女 或者 家人 錢 資產 都是在 世界不同的地方 他們 喜歡的地方 但是他們 做這些 將自己的錢 或者家人 送去這些 外國的地方 西方的國家 就是 一方面 但是 口 就說到 這些 外國 西方國家 就是 亡我中國 之心不死 說到 自己 就是 忠肝義膽 開口 埋口 就問別人是否中國人 那你見到 其實 最沒有資格去講這些說話 就是這些 香港的精英 香港的精英 就是叫做什麼呢 叫做 又佔了便宜又賣乖 佔了便宜 然後又要做些傷害香港人的事情 現在 其實 我們 無論是 議員也好 或者香港市民 其實一見到 一見到這些人 見到林鄭 整家都是英國護照 你就會覺得很生氣 見到那些教育局局長 搞到香港教育一塌糊塗 然後自己的子女就讀國際學校 出國留學 我們就在這裏受苦受難 那你又很生氣 那這個 無論是美國的人權及民主法案 或者 我們希望多些國家有 多些國家有 多些國家有 就其實 就等這幫人現形 就將他們 逼逼逼逼逼逼 這麼喜歡大灣區 經常宣傳 快點回大灣區 何君堯有個挺好的建議 他就說 這個 香港警察的子女 回大灣區讀書 香港讀書很危險 這個又不錯的建議 就叫他快點落實 其實你一說到最後 你就會看到 口是心非的人 是很容易被揭發出來的 誰是真是為這個地方 去貢獻自己的生命 把所有的精神 所有的家裡所有的東西 都擺在這個城市 其實通常都是那些 無權無勢的人 那些人 就是你那些有權有勢的人 口裡面就是 愛國實際上 就把自己 重要的東西都拿走了 那我覺得 我不知道這個美國國會 是 什麼時候會 有進入這個討論 但是我相信 我想我們都是第一次 會是 香港人這麼開心 是見到一個 外國政府 立一個法例 是罰我們香港人 是會這麼開心的 但是包括我在內 都是期望這件事快點發生 因為所謂 攬炒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我想起 現在的人很怕攬炒 你想想 其實在二次大戰的時候 這個 英國首相 邱吉爾之前那個 張伯倫 他都是怕攬炒的 他經常都是怕 是怕希特拉會 他會 如果我們和他打 我們死定了 就會連英國都沒有了 所以我們低低地 就不要攬炒 這樣就 留一條命 但是你看看 其實 最後 真是得到民心的 就是邱吉爾 邱吉爾就說 我不怕你攬炒 你就儘管來打 儘管來打英國 我們最後一定會贏的 贏完之後 我們就重建回 我們的國家 還要比之前 重建得更加好 我覺得現在香港 都是這樣的心態 攬炒完 攬炒是不怕的 因為攬炒完之後 你可以重建回他的 最怕的就是 你因為怕攬炒 所以就接受一些 根本不應該接受的條件 就接受自己去做奴隸 那你就真是萬劫不復 其實我暫時不是很擔心 那個群眾鬥群眾 是會惡化到不能收拾的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721的時候 有很多黑社會 有參加到這個襲擊市民 那我理解呢 他們本來是有個保證的 就是保證他們是不會有後果的 就是不會被人告的 好了 現在因為他搞得太噁心 所以呢 那個政府就不得不動手 就抓了 現在又抓了幾個人 都是告暴動罪的 那這件事呢 其實是令到 還會在未來 冒險去參與 這些政治動員的黑社會 少了很多的 哇 我幾年啊 你怎樣賠給我呢 是不是 那所以現在剩下 是會打人的呢 你見到就是 就是福建邦 福建邦呢 就是大陸動員來的 或者他本身有些 另外呢 就是有些本地的 何君堯他們呢 發展起來的一種 激進的武鬥派 通常都是一些中年人來的 我認為他們這兩幫人的 戰鬥力是有限的 因為 其實剛剛那個民意調查 都很清楚了 就是 支持這個運動的人 支持運動主張的人 是 七十幾八十個巴仙的 就是說基本上呢 現在不支持這個運動的人 是 社會的極少數的 所以你說 出現這些 這樣的 可能有些五十個人 一百個人 揮一下國旗 唱一下國歌 跟著想撩膠打這些情況 我覺得他們 可能做得一次兩次 但是 他們沒有得 reproduce自己的 因為你 不是那麼容易可以 持續地去做的 如果他那個人數是不足的話 而他們的支持者 是很薄弱的時候呢 是沒有人去取代他們的 所以打來打去都是那些人的 昨天他們都被打了 就是他們被打 就是 是不是會好像勇武派那樣說 你們就是 有一些福建人 現在被人教訓了 下次就會少些人出來呢 都是價錢提高了 可能是 如果要買些人回來打人的話 但是我覺得整個社會的基礎 才是最重要的 社會的基礎是不在他那邊的 所以他想搞群眾的內鬥 都要有基礎的 都沒有人 正氣 香港一向都有的 但是信心呢 其實是在過去幾年 是跌得很低的 但是有時候信心這件事 是很需要大家一起連結底下 才會提升的 經歷了這幾個月 我覺得大家 對於 對於 我說的東西是對 就要夠膽說 甚至夠膽站出來 這個信心是大了很多 這個信心其實是 我想是個關鍵 你看看香港真的什麼都沒有 又沒有軍隊又沒有警察 有錢人又站在北京那邊 全部都 你想想香港人都可以 熬到三個月 其實是 很不容易 好 好 很清楚的訪問